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把刚刚的动作彩排 所以基本上跟刚刚的动作就是雷同 所以我就比较快的带一下 所以就是先彩排1,游标放在B2 然后上面打勾 快速填满,这是第一个按钮 所以把它录下来 录的方式一样,就是按录制聚集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叫做刮胡字串聚集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的 然后我们假设叫刮胡字串 然后按一下确定的话呢,其实就是 开始做动作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不能NG了 NG就重来了,就等下重新再录制了 OK,按确定 1,游标放在B2 2,上面点一下打勾 3,快点两下 哇,知道吗 点歪了 点歪了,等一下会有产生错误的程式 其实可以把它删掉 好,那再来的话就停止录制 当然如果你要求完美NG怎么样 重来一遍 OK,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就是说 哦,再来录下那个清除好了 所以再录一个叫清除聚集好了 那录的方式跟刚刚一样 游标放在B2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好,录完了把它停掉 好,那一样你可以看到 你录下来的聚集 会是在 右边这边 左边这边 点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就会有 这个刮弧自算聚集 执行一下 出现了 OK 然后再来一个是清除聚集 执行一下 这样就清掉 那如果做两个按钮的话 那一样 插入按钮 拖拉一下 那这个的话指向刮弧自算聚集 把上面的名称复制一下 然后把这个按钮的地方 输入我们要的文字 OK 好,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插入这个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然后把这个地方拖拉一下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让它连结到清除聚集 把名称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按钮上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这一个两个按钮的动作 最后试试看 按下它可以把它执行 按下它可以把它清除掉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试着把 这一个 这两个聚集录制 把它完成 那当然呢 你可能会比较好奇说 到底它这个地方是怎么运作的 其实基本上 它录下来的程式 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到程式 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你可以找到聚集里面 并且点选你刚刚录制的程式 按下编辑 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它会 帮你打开的是 Visual Basic 那里面如果你录制东西 它其实是放在模组里面 那模组里面就会有个Module 1 OK 所以其实它是帮你把它放在 这个Module 1里面 把它打开这一段 那它的结构一定是sub 后面就一个名称 然后结束的话就end sub 头跟尾 那清除的话也是一样 有没有 一个sub 清除 然后结束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录下来的程式 那这个程式的话将来 其实是可以再做一些修改的动作 不过理论上 像我们一般常会做的动作 大部分就是加上注解 比如说呢 我们会给它一些讯息 单一号开头是注解 第一步的话呢 就是我游标放在B2储存格 那实际上呢 它就帮我录下来 就这一行程式 叫Range B2 有没有 所以其实游标放在B2 那当然将来如果你 不自己录制的话 其实也可以自己写 那Range B2指的就是B2储存格 点slate就是游标放在上面 那第二步的话就输入公式 所以我们第二步的话就是什么 把游标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打个勾 那录下来程式就是会对应到一个 一个另外物件 叫Active 目前活动当中的Sale Sale也是储存格 所以其实Active Sale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啦 Range B2啦 所以将来你如果把这个Active Sale 改成Range B2 其实也是可以的 它也是可以run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串的这个公式 那公式后面 其实有多增加一个讯息 叫R1C1 这个所谓R1C1 R就是列 C1 意思就是说 以那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当成基准 然后呢 我们如果向右移动 那就是什么 你可以透过 你可以看到 如果后面假设有增加一个正的值 那就是向右 如果负的值呢 就向左 OK 那如果 这个R 我看这边 R没有 如果有R后面有的话 那向上就是负值 向下就是正值 反正就相对位置啦 但是理论上 未来如果我们自己写程式的话 其实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这样是太难理解了 通常会用别的方法来 来撰写那个VBA的程式 然后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呢 就是什么 向下填满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边 自己再加上注解 一游标放在B2储存格 二就是把它输入公式打勾 三的话呢 就向下填满 那清楚也是一样 清楚也就是 第一步游标一样是放在 我们的那个B2储存格 然后Ctrl Shift 向下 那就是写这样的 然后第三就是什么 按下Delete 那就清楚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边去做 一个程式的编辑 那这个就是 所谓的VBA的基础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再去开启 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如果要把 刚刚的程式打开 你可以按一下聚集里面 选取刚刚入完的这个聚集 然后按下编辑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直接开启Visual Basic 那如果程式没打开的话 你可以自己手动 去把刚刚的这个 这个应该对应到 这个档案的名称 然后底下的话就会有一个Module 你把它点两下 那程式基本上都会放在 模组里面的Module 你可以把它打开 就是我们刚刚录下来的程式 那最后的话 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说呢 如果将来你在存档的时候 因为我们 这一个Excel里面 已经有放了程式 也录制了程式 所以将来你在存档的时候 请务必要小心 OK 为什么? 因为按存档的时候 它会跳出这个警告 下列功能无法 什么 存 什么 存在无聚集的活跃部 那什么叫无聚集?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说呢 我的预设格式是什么呢? 这边好像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说呢 我把这个 档名显示出来 你会发现呢 档名是这个 副档名是这个 XLX 这个就是 没有聚集的活跃部 副档名如果是XLX 的话 那就是里面呢 没有办法储存任何的程式 聚集啊 VBA都不行 所以记得啦 如果跳出这个画面的时候 请记得 千万不要按4 如果你按4的话 就悲剧了 为什么? 因为它会帮你把 你刚刚写的 录制的 剧集 全部都清空了 所以特别是 一定按for 那for的话呢 记得 要把它的档案类型 记得哦 改成第二个 启用剧集的活跃部 如果你没改正确的话 跟各位讲 你刚刚写了 这个程式 录制的程式 就全部消失了 而且就不回来 这个可能要特别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选错了 选到没有聚集的 那一存档完蛋了 程式 全部就消失 就不回来了 那你把它选择 启用剧集 活跃部都按存档 这样子就ok了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下一次在开启执行的话 还有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呢 你假设把它关掉 如果下一次要执行的时候 这个 记得是执行xsm 那如果说呢 现在看不清楚 你可以把它变大图示 其实差异就是 假设没有副档名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示的 这个右下角 就会有个惊叹号 那这个惊叹号 其实指的就是 里面有程式 所以我把它直接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请特别特别小心 上方有一个安全性警告 因为里面有录制程式 有聚集 所以哦 如果假设你上面 没有按启用内容 你点选这个按钮 它会出现说 被停用了 没办法执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先启用内容 你才有办法执行里面的程式 如果没有启用 那就会像刚刚 怎么办 记得一定要启用内容 那再按一下这个刮虎自串聚集 给它就work 清除的话也是一样 再把它清掉 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特别小心 存档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存成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OK 试试看这个部分 试试看这个部分 好